仅仅收藏千禧年之后 当代中国艺术作品的白兔艺术馆 以及创办人特有的品位与视角 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现状的窗口 展出的作品从艺术侧面去刻画了 中华大地上的物质及精神世界 这一期的主题叫做被摧毁的宫殿 这里就是白兔艺术馆了 今天我们的艺术展览就从游览这幅画开始 这幅画的名字叫做无言的访明 艺术讲究意境 对上一辈的人来说呢 他们看到这幅画可能会产生共鸣 对下一辈的人来说 他们可能不知道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 但是对我这一辈的人来说呢 可能就只能猜测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吧 好 现在就和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今天要展览的艺术作品有哪些吧 现在的中国大陆 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民众 在一个丧失了道德底线的社会里 不幸地沦为了冤屈者 踏上了上访之路 这个团体人数越来越多 然而更不幸的是 访民们被禁止发出声音 常常的红墙前 无奈的访民们 眼神充满迷茫 良心道德在何处呢 作者认为 中国的良心可以在这里找到 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上 和垃圾放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有一块文字牌 解释了中共在文革时的一场政治运动 叫做破四旧 当中华五千年的传统道德与文化 被统治者清除摧毁之后 这座受了重创的宫殿会如何生存呢 这个作品叫做知其所以 残缺不全的招牌 拼写着当年还算超前时髦的外国名字 一台破旧的古风机 装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幻梦 一幅所谓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景象 看着一个灰色的气球慢慢被吹起 不同背景的人会有不同的感触 这种景象曾经让很多人为之兴奋 以为梦想就是这样实现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看这些宏伟的建筑 他们不是高等院校也不是皇家园林 大家看清楚啰 他们是中国各类政府机构 但是在他们的前面却有一个破烂不堪的窝居 我觉得作者可能要表达的就是这种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离 那么造就成这种距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可能是权力吧 中国的官场一直被社会认为是专横腐败的领域 处处充满了金钱 权力 色情 横行霸道与狡诈贪婪 艺术家们以辛辣的手法来现行官场丑态 当然了 对于这幅作品的理解也是见仁见智了 这并组织在《亚洲的亚洲经历》里面 《亚洲经历》是代表的 作品的设计《亚洲经历》 在这幅有一个不同的设计的分子 一样的感觉 有一个不同的度地 是发现的观众 而不是比较到一个不同的景品 的比较到一个政治的地方 然后在他们所持续的中心 一样的道理会和程式 专业中心 的一些很创业的方法 是这样的一个最大的事情 是这样的那种有趣的就是这个工作 这是两幅比邻而居的作品 形成了强烈的灰白反差 此起彼伏的北京城建筑 与积满尘土的煤油灯 放映式地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 以现代取代了过去 作者以他独特的艺术手法 阐述着对这种文化取代方式的忧虑 作者把煤油灯视为人类社会发展中 必然存在的物品 是自然 平和 具有历史价值的 而新兴的北京城建筑群 在作者眼里就像海底的珊瑚君 颜色鲜艳却没有价值 此时的物欲泛滥成灾 也破坏了中国的古文化遗址 这是当代可以看到的社会景象 但看不见的是 华丽的大都市里充满了摧毁人性的灵体 人性与兽性的结合 加上一个完全没有道德约束的 上层建筑与统治阶层 白兔艺术馆的作品 全部来自艺术馆的拥有者 收藏家朱蒂斯的精心选择 这些艺术作品都是她的品味 在中国的东西 超过中国的世界 这期的展品并不多 却折射着一个令人忧虑的社会现状 重新回看三轮车上的人类心脏 不仅要问如果良心可以买卖的话 一斤价值多少钱 中共的文革运动已经过去很久了 但是它带来的阴影对现代中国来说 确实具有灾难性的 怎么样能够避免这座神圣的文化宫殿被摧毁 这可能就是这期艺术展的精华所在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